你啊 就是这样 坐下 坐下 他怎么样了 你们最近这一闹 似乎也没有人有情绪去管寒香了 我不能不提醒你们 你们现在是双双对对的了 但是我跟寒香的事 你们不能忘得一干二净啊 相信我们 我们一直没有忘记啊 这两天寒香的情绪很不好 我看他脸色怪怪的 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想他心里很不好受的 让我再进宫去 你坐下 要你人注意 我是你师父 不是吗 你把师父请进宫去很难吗 干脆 我进宫去做你的师父 随时随地教你武功 不好吗 不行不行 小燕子别弄这个脑筋 上次我跟皇上提过 从宫外调侍卫进宫 都被皇上否定了 你再弄个师父进宫 皇上不彻查他的底细才怪 嗯 我爱反对 你们每次都把人往宫里送 这宫里的人越来越多 这出宫就越来越难 现在啊 咱们想的应该是怎么出来 而不是进去 就是就是 柳青说得对 现在已经够提心吊胆了 如果萌丹也进去 越搞越复杂 大家不就是更提心吊胆了吗 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已经快爆炸了 你非过不可啊 这本来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一定要选一个最好的时机来做 哎 下个月不是老夫爷过寿吗 哎 不行 时间太紧迫了 何况韩香最基本的问题还没解决 它身上的香味怎么办 我再去采花呗 天啊 你还没有搞怕啊 再采一次 引来的是毛毛虫怎么办呢 哪里会引来毛毛虫啊 那可说不定 蝴蝶啊 是毛毛虫变的 说不定啊 你下次的香味 蝴蝶不喜欢 毛毛虫喜欢 那你可就惨了哦 如果那个时候 还不能把韩香弄出宫来 最起码再让我混进宫里一次啊 这种事情必须他自己肯合作 我还没有说服他 我和韩香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我和韩香弄出宫里一些 들어오 manic客彼放 我还没有搞的 啊 谢谢 广州 我在网友 站直列 我付chen 是 我不是 我去招呼他 客官,您要吃些什么呀 给我来几点小菜 有什么拿什么 再烫一壶热酒来,晨少就好 好的,您只是吃饭,还是要住宿呢 你们也提供住宿 不错 那么我也要一间 要亲近雅致一点 好的,您稍等啊 我看到 他那把剑上有刻花,有图案 好像是一把古剑 那不是刻花图文 那叫图腾 常常代表一个家族的标志 看样子是个名门子弟 我一大好奇了 我也是 他随身带着剑,一定是个高手 对,我来 sine 我来 tive 谢谢观看